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唯愿诸佛垂家户 能灭一切颠倒心 也就是说能灭一切烦恼心 这个颠倒心就是烦恼心 这个是极其重要的 因为全部靠我们自己是搞不来的 全靠自己搞不来 你就累死你也搞不来 就像那个巴黎菩萨 他要是全靠自己他就搞不来的 有的时候一定要靠佛菩萨 这个祖师大德人们都是这样说的 经典佛也是这样说的 祖师大德人们有句话叫做 求佛施工早晚成 求佛施工早晚成 这里说的更明显 唯愿诸佛垂家户 能灭一切颠倒心 希望大家在了解认识烦恼的同时 我们自己还要求诸佛垂家户 当然诸佛萨 我们一样的是求他们垂家户 求他们垂下他们的慈悲心来加户我们 具体来说 在心理观景中 可能提到一个重要观点 就是依靠一佛一菩萨 降服烦恼 否则没有可能性 这块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就必须要依靠 至少依靠一佛一菩萨 要不然呢 你说你想得好 你还想降服烦恼 你光靠自己是不行的 也是玩不赚的 而且这块呢 你重视起来 你对于降服烦恼 你才有可能性 也就是说 你对佛菩萨这块不重视 降服烦恼就没有可能性了 当然我们自己要努力 这是肯定的 就是塌力加上智力 而且记住 就凭大家现在三丈这么重 也不会多快点 但是你有可能性 如果没有依靠佛菩萨 不去依靠佛菩萨 是没有可能性的 是没有可能性的 降服烦恼是没有可能性的 就目前在相反 这块非常殊胜的佛 像释迦佛 要是佛呀 大家都知道 很殊胜 像菩萨这块 特别是最近 最近两年提上的 除盖障菩萨 所以有前面的佛 叫上除盖障菩萨 大家就专心一点 要依靠他们 依靠他们 常常发起祈求的心 那么我们就有可能 不然的话 想法脑是没有可能性的 这块最重要的 因为你这个颠倒心 烦恼心 你不能搞定 就经常让你亏食吧 而且还好心 像尹弱大多是 还算大悲大慈悲 结果把自己都搞死了 尹弱大多就是这样 他的好心 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头 就到处跑 他避免把家人吓到了 到处跑 狂奔 他是有爱心的 他认为自己是爱心的 甚至能够让家人离乐把苦 但是他这个完全就是无名的 完全是无名 完全是愚痴的 因为他有头 不是他没有头 所以他第一步就跟着无名妄想走了 那最后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所以说呀 唯愿诸佛垂家户 能灭一切颠倒心 能灭一切烦恼心 颠倒心 也就是烦恼心 颠倒心 也就是烦恼心 烦恼心 也是颠倒心 也叫妄想 好 我们就专说贪吃 我们再来看贪吃 这是过去所学的两段 与大家进一步共享 关于贪吃这一块 就光说贪 贪吃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贪 为什么引发疤苦 特别是着重强调了病苦 好 就是个贪吃 它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贪吃 它就是毁灭自己造业 换来的那点钱 买来自己最心仪 最爱的那个东西 完了呢 就把你自己最心仪 最爱的 用你那个嘴巴 把它粉碎了 粉碎还不够 还要放到那里面 变大分 完了呢 终于的说 啊 我得到了 也就是说 你最爱最心仪的东西 那些好吃的 好喝的呀 你就一定要把它给吃掉 喝掉 而且你吃掉了 还不够 你毁灭了它 还不够啊 你还要把它变成大分 你才心满意足 才放手 不把它变成大分 就不放手 那是关于吃 在我们贪的时候 人为什么要贪 就我个人的经历 我在记忆深处 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喜欢好的感觉 人不喜欢不好的感觉 因为一想到那些不好的感觉 我就 我就 愿意 有时候就跟烦恼走 一想到那个好的感觉 哎 那烦恼 自然就跟烦恼合一了 所以这个烦恼 整个来说 想我烦恼的过程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 我经常被这些好的感受 坏的感受 所困惑 好的感受 常常 令我生起贪欲 坏的感受 让我不愿意去想我烦恼 因为那感受不好 特别是吃 喝 这距离我们很近 每天我们都要接触到 我们具体看一看 这是包括吃的 所有的感受 我们所想 人为什么要贪 主要就是 我认为主要就是 贪那个好的感受 因为那个有好的感受 所以我要贪 吃呀喝呀 男女的事啊 睡眠啊 如果这些事没有好的感受 我们不会去贪 所以我们之所以 人要贪 就是因为 那些前程 隐私的 给我们留下的回忆 都是好的感受 当下也是好的感受 一想起来 就是好的感受 所以这块 靠自己力量 真是不够 靠自己的力量 真是不够 真要 为怨祝福 垂家户 才有可能 相互烦恼 这是我说的实话 好的感受 为什么好的感受 这么难 好的感受 我们现在了解 它的危害性在哪里 好的感受 它让你心甘情愿的 毁灭一切 毁灭你的美食 毁灭你的美色 毁灭你的钱财 毁灭你的时间 毁灭你的身体 毁灭你的灵光 毁灭你的智慧 就从毁灭你的身体 这个是显而易见 你看每个人 从小到年轻 到最后年老 你看老了什么下 你看你那个身体 已经被这个 所谓好的感受 有好的感受去摊 就被你这个好的感受 就被你这个摊 毁灭的 多么可怕 多么可怕 简直没有人形 你看看老人 那一张脸 那一张张脸 那一他们的身体 有的是勾搂着身体 有的是行动 缓慢的身体等等 你只要随便一看 他就没有人形了 已经就好像不是人了 但是人还要继续 他不知道 贪欲的危害 好感受的危害 就算知道 也不一定能放得下 因为你们要训练了 反正越有好的感受 你就一定越要去 毁灭 毁灭他 不管他是什么 好吃 就是通过自己的嘴巴 下面专门说好吃 就是通过自己的嘴巴 把自己最想玩 最喜欢 最在意 最心仪的美食 给毁灭掉 然后又通过 所谓的消化吸收 来磨损 他们的五脏六腑 然后把他们变成大份 大家知道 人吃多了以后 就吃多了 他给五脏六腑 带来什么 带来很大的压力 大家发现没有 带来很多的压力 你的五脏六腑都受不了 甚至都能感受到 他爆炸了 有的人吃的 把犊子吃圆了 他还不放手 吃爆炸了 他还不放手 不放嘴 这就是给自己的五脏六腑 带来的巨大的压力 带来 他还给这个贪吃 还给我们的五脏六腑 带来巨大 不但带来巨大的压力 还带来 巨大的负担 还带来巨大的负担 一旦他承受不了的时候 他承受不了了 积累积累 积累到最后 积累到最后 病苦就来了 癌症就来了 那时候就哭天喊地 也没用呢 也没用 前两天 那个顾问恩赐了我们一个链接 大家还记得吗 那里面就提到了 肾衰竭的六大地雷饮食 第一类是蛋糕 面包 第二类坚果 豆奶牛奶 豆类牛奶 第三类五骨早两 第四类运动饮料 第五类内脏食物 第六类火锅汤类 圣子涵介绍了三大偏方加速圣衰竭 有三大偏方加速圣衰竭 哪三大偏方呢 什么荔枝炖猪鸟子 什么香菜水 还有喝一杯等于洗圣一次的中药饮 再说简单一点 说简单一点呢 就是人有贪欲 人有贪欲你就别想好 你的身体慢慢的就垮台了 你的身体慢慢就垮台了 必然有病苦的 必然会有病 这个病苦是跑不脱的 你的病苦就跑不脱 因为你放不下这个瘫 而且就即使瘫 我们也不会瘫 没有方法瘫 也不知道该瘫哪个不该瘫哪个 就像刚刚说那些 刚刚说那些六类地雷饮食 就让你容易 肾衰竭 很容易肾衰竭 那么你必须有所克制 有所控制 有所克制 有所控制 如果没有克制 没有控制 必然将来就要肾衰竭 肾衰竭 我把这六类看了一下 特别是面包 面包我就非常喜欢 面包 特别是西方的面包 吃的人确实非常舒服 非常舒服 每一天吃饭吃饭之后 不管吃饭吃面条之后 哎呀我要吃块面包 人就感到好过 现在就有点不敢 以为哇 我怕得那个肾衰竭 怕得那个肾病 不怕的 当然你可以多吃 没问题 怕的就少吃 或者控制 控制自己的吃 好 这是刚刚说到的 这个吃 就通过自己消化吸收 来磨损自己的五脏六腑 他给我们五脏六腑 带来巨大的负担 巨大的压力 这个自己都能感受到 你少吃一点 你少吃一点的 人就舒服一些 但是人的贪心 他经常会蛊惑你 他经常会蛊惑你 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 没事 没事 小菜 是吧 我又不吃很多 我多吃一点点 有什么关系呢 就每一次这妄想 这些贪愿 总是蛊惑你 他总说没事 没事 结果最后到病了 癌症来了 甚至不治之身的 最后没办法治的 他就傻眼了 他就傻眼了 也就是说 越是自己最向往 最喜欢 最在意 最心仪的美食 他越要毁灭 越是自己不向往 不喜欢 不在意 不心仪的食物 他越不毁灭 甚至讨厌 他看都不愿意看一眼 好 将来的果报就是 你有这个因 有这个缘 将来的果报是什么呢 将来你的果报就是 遇到对自己 最向往 最喜欢 最在意 最心仪的人 他就一定要 把自己给毁灭 遇到对自己 不向往 不喜欢 不在意 不心仪的人 他就在你身边 都围绕着你 而且他都讨厌自己 看都不愿意 看自己 为什么有这样的果报 就是因为你过去 因缘就这样 就是你自己 最向往 最喜欢 最心仪的 那些食物 你就要把他给干掉 所以现在 现在 结果的时候 那么 他那些 那些人 那些对自己 最向往 最喜欢的 最心仪的那些人 他就一定要 把你给毁灭 因为你有这个 你有这样的因缘 好 那些对自己 不向往 不喜欢 不在意 不心仪的人 他都围在你身边 但是他都讨厌你 都在你身边 都讨厌你 甚至瞧不起你 看都不愿意 看你一眼 如果加了我们身边的人 大家看看 我们身边的 所谓的好人 是吧 他就一定 把我们毁灭掉 我们身边 所谓的 不喜欢的人 坏人 怨家 他怎么样 那些人 他就在自己身边 个个都讨厌自己 甚至把你给吃了 都讨厌你 都不喜欢你 甚至都不愿意 看你一眼 好人就把你 好人就把你 给吃了 这是我过去 学过的几朵妙法 因为印象很深 也非常重要 对我也有震撼力 所以今天就与大家 在学习论文之前 与大家简要的 共享一下 是自己喜欢的 就摧残 甚至把你给毁灭了 就是这样的 因为什么因 如是因 如是果 因与果 一模一样 英语果 是一模一样的 非常好 好 愿你的忏悔 朝日清津了 好 谢谢 安林 我们接着来 我们接着看 今天我们学的论文是 第七七七的 第五七第六七 第六七的论文 他为什么产生八苦 他为什么产生八苦 就这篇论文 这个词我觉得比较难写 因为我们所学的经典 涉及了经典的经典的指数 碳产生八苦 他为什么产生八苦 他为什么产生八苦 当时就很难找到依据 幸好有拜年顾问 他讲解了很多 讲解了很多 最后还搜索了一些医学资料 科学资料 所以就最后就把这篇论文顺利的写完了 那么在这篇论文里面 我重点论述的是 他为什么会带来病苦 他为什么会带来病苦 因为人比较害怕病苦 其他的生苦他已经忘了 是吧 老苦无所谓 反正人人都要老 死苦反正他也看不见 摸不着是吧 但是这个病苦 基本上人人都怕 是不是呢 人人都怕 就只有这个病苦 人人都怕 又谁也不愿意得病 而且我们见到病苦 得病的病人 他们是如何的痛苦 甚至渐渐的有这个病魔 把他们折磨自食 这个我们身边的朋友亲人 我们都见得很多 见得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 首先自己我们也了解清楚 看为什么产生八苦 然后呢 把这原理去告诉那些 跟我们有缘的人 这篇论文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 一就是序论 第二部分 他为什么会令众生产生八苦 第三部分是结论 好 宅药部分 就是基本上是全文的核心内容 重点内容 不管是什么人 只要他发挥贪烦恼 他就必定要八苦相连 这就是宇宙与人生的颠簸不破的真理 既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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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追随贪烦恼 还是追随佛智慧 明智的人 自然就会有自己的智慧的觉知 远离贪欲 自然就会远离八苦 远离贪欲 自然就会远离八苦 班尼常常说的句话 就是说 我们经常把什么东西搞多 辣抹液好 相还好 班尼说 不管什么东西 多了就一定会出问题 多了就一定会给你带来病苦 就一定会给你带来病苦 至少有病苦 很容易 我们很容易发现 就比如说吃饭 前不久 本来这个米饭 对人就是很有伤害力的是吧 很有危害的 过去我们早就学过 就米饭了 大米饭 但是人人都喜欢 都习惯了已经 好 就算吃大米饭 你也要学 你也要学会吃 是吃热的还是吃冷的 大家还记得不 大米饭是趁热的吃 还是冷的吃 我们生活中 人们常说趁热的吃 趁热的吃 特别是到冬天 是吧 更是要趁热的吃 冷了就不行了 实际上这个米饭 就应该是冷的吃 冷的吃 凡是这个淀粉之类的 蛋白质之类的 蛋白质之类的这些食物 像大米之类的 带有蛋白质之类的这些食物 最好是趁冷的吃 不要热的吃 热的吃对人体有伤害 所以白米它非常怕热的食物 特别是饭 要是热的 它就吃很久很久才吃完 冷的它一会儿就吃完了 所以扇子所展现的一些 它都是正确 都是正确的 过去我非常不理解 为什么就放我们趁热吃 越是热的 我们吃的越快 是吧 越好 我们根本就不怕热 只有他怕热 因为我们是颠倒的 因为我们是颠倒的 所以真正你们要学到家了 真正要学到有智慧 你就会知道 我们众生是点点颠倒 没有哪一点不是颠倒 只是你觉悟到 没有觉悟到 没有觉悟到 你还觉得我还挺可以 我挺好的 如果真正的觉悟到 我们是点点颠倒 念念颠倒 念念都是颠倒 念念都是烦恼 都是愚痴的 学到这里 你要真正的觉悟到 我刚刚说的这些话 那就算是 至少你学到了 至少你学到了 要不然你就学都没有学到 就连理论都还没有掌握 好我们接着来 第一章序论 序论部分 我们看第一节研究动机 一切诸苦尽从贪欲而起 贪欲它一定会令众生产生八苦 但是为什么这个贪会让众生产生八苦 所以就产生了本研究的课题 在本研究当中将要仔细分析探究这个课题 第二节研究目的 一切贪欲是我大愿 它有很多种类 比如说贪虫 贪棚 贪红 贪红 好多男人女人呢 就贪红 有个人哄他是吧 有个人哄他 他就高兴 世间好的时候 那女的就是要哄 那男的就是要哄 就证明了好多人喜欢哄 是吧 他贪哄了 又不然怎么试言都这样说呢 无论说去哄别人的人 还是被别哄的人 说老实话 都是可怜人 都是愚痴人 都是愚痴人 贪食 还有贪淫 贪税 贪民 贪利等等 无论是何种 无论是何种类的贪 都会令众生产生八苦 这是什么原因 作为一名学佛者 不但要知其软 还要知其所以软 所以本研究的目的就是 要着重探讨 贪令众生 产生八苦的根本原因 第三节 研究方法 一切贪欲是我大愿 它有很多种类 研究方法 这里好像重复了 好吧 我们在网上看 后面都介绍了 贪欲 研究的方法 好 我们进入第二章的学习 贪为什么会令众生产生八苦 贪为什么会令众生产生八苦 经过前面关于贪的论述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诸苦尽从贪欲起 一切的苦都是从贪欲而来 它的起源就是贪欲 这个贪 它一定会令众生产生八苦的 一定会给众生带来八苦 但为什么这个贪 会让众生产生八苦呢 以前还没有 为还没有贪欲 所以在本文当中 彼者将与大家一起来 仔细分析 探究这个课题 我们重新来回顾一下 什么是贪 大家回忆什么是贪呢 就是把虚妄的做实有想 错误的想要得到 把虚妄的做实有想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错误的想要得到 他认为自己能得到 就叫他 他就认为 这些本来是患有 他做实有想 他就要得到 而且他认为自己得到 他认为自己能得到 这个就叫贪 现在我们就知道 我们得到了吗 我们贪吃贪喝 我们得到呢 没有得到 那都是水中捞月 水中捞月 异常欢喜 异常空安 那都叫水中捞月 因为你假如得到了 你就不需要再捞 是吧 你真正得到 比如说 你真正得到 你就不会再吃 第二天就不会吃的 第二餐就不会再吃的 我们还在吃 证明 证明呢 那就是还是一个鱼吃人的 还是一个鱼吃人 纵然我们知道这一理论 但是因为没有性 没有性根 没有那个性力 所以还做不到 当下就放下这些贪 贪烦恼就是怨贼 不但掌控自己 他还会收拾自己 还会专门的引着自己 去害自己 他不能掌控我们自己 他让你怎么样 让你往左 你就不可能往右 是不是 他让你往右 你就不可能往左 他能掌控你 掌控我们自己 还会收拾自己 什么叫收拾自己 你看看每个人是不是 最后都被他收拾的 服服帖帖的 是不是呢 离开吃 不行不行不行 离开吃喝不行不行 离开玩乐不行不行 他把你收拾的服服帖帖 让你去吃喝玩乐 你看看 你试一试 你试一试就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状况 这个状态 就是被烦恼收拾的 这种烦恼像 它有很多种类 比如说贪虫 贪蓬 贪红 还有贪食 贪饮 贪睡 贪明 贪令 贪色 生 香味 除 等等等等 我们的贪欲的点 那是无量无边的 无论是什么种类的贪 都会令众生产生八苦 哪八苦呢 求不得苦 爱别离苦 冤正会苦 无因赤胜苦 病苦 劳苦 死苦 深苦 这半文 我们试图了 主要来着重探讨 贪为什么会让众神产生八苦 第一节 总论 总论 我们总的来看一看 然后呢 是细论 具体的来内论这个贪 为什么产生八苦 如果众生他贪到了喜欢的味道 或者说喜欢的食物 也是非常短暂的得到一点感觉 而且什么感觉 好感觉 他自己确认了好感觉 是不是 因为不好的感觉 他不会去吃的 我们虽然贪吃 但是没有好感觉的东西 我们吃吗 我们不会去吃的 我不会去吃 吃完之后 食物和味道都消失了 人又会去追求更多的食物和味道 他又去水中捞月 又去捞 如果没有得到 如果没有捞到 他就会产生什么呢 就会产生求不得苦 爱比利苦 以及冤症会苦 内心这种不得安宁 总被吃的牵引与纠缠 他就自然产生了 五因赤胜苦 如果说我们不加控制 贪得五业 贪咸贪甜 又贪辣 又贪酸 又贪某些种类的食物 这些将会造无量的贪欲恶业 并且 人的心思 他都被食欲勾走了 所以有的人就天天想着吃的喝 他总在想着吃的喝 他就无心学习 无心修道 最后就会彻底丧失道业 就正如佛所说 异于恶马 不宜配置 将当千人堕于现坑 也就是说 如果人他不去控制这个贪欲 他就会被贪欲的这匹恶马 拉下了万丈深渊 不仅没有修成什么 反而还因此堕入八苦 受苦无限 也就是说 纵然我们现在烦恼很重 或者说我们智慧不够 我们还应该怎么样 最少要做到怎么样 要做到什么呢 有所控制 有所克制 如果你不去控制 不是不去克制的话 那就快速完蛋 当然 你可以做实验 我一个月就不控制 我看看我这个月 我身体会变化什么 是吧 我身体什么变化 你可以看 你的心里有什么变化 你的记忆里有什么变化 可以实验 这个没关系的 我们现在就说 真想好的人 真想好的人 你确实有信佛的人 那么你就会有所控制 有所克制 最少你病苦 各方面的苦 这八苦就会少一点 如果放任他 放任烦恼的败坏 如果放任滞留 放任这个烦恼滞留 那 这八苦 就只会越来越多了 只会越来越多 首先 从自己亲自经历的一件事 来谈一谈 为什么这个贪 会令众生产生八苦 自己切实的感受 就是最好的验证了 有一天午餐时 发现大豆汤里 没有放盐 当下贪欲一惊 怎么一回事呢 怎能不满足我 这个小小的要求呢 但转念一想 正好降服贪魔呀 正好少点盐 对身体起步更有利 有点淡了嘛 就这样吃着自己 碗里没放盐的菜汤 但同时 另外一个汤碗里 没放盐的汤 我还是不由自主的 就加了一点盐 当时就觉悟到自己的这个身心呢 是一个矛盾的身心 不知不觉 就跟随贪跑了 因为整个身体 你的手 你的身体 它就是一个妄想 它也是一个妄想啊 但最后我一喝 竟然邪了一点 他摩就认为不大对劲 就感到有些遗憾了 怎么邪了呢 但他遗憾就遗憾了 我也不管他 反正我知道 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因为他是他 我是我 他只是一种虚幻的现象 我是不可坏的自信 他但也好 嫌也好 其实 跟我不相干的 与我自觉 与我灵觉 何交涉呢 那但呢 嫌呢 与我灵觉 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什么关系呢 是吧 当然 你要认为 这个身体是我 这贪膜是我 那就有关系了 你就放不下 这个贪了 由此 我就进一步思维 就这一个贪心 还会引发 后面的八苦相连 为什么仅仅一个 咸淡味 不对自己的口味 我的贪心 也没有全部的高要求 色香味性 一定要怎么吃 就愿我短短时间内 过得那么辛苦 吃也不自在 竟然内心出现这么多的担忧与矛盾 试想 如此耗费脑力 精力 体力 物力 人怎么不衰老 因为总吃总吃 吃进去之后 这五脏六腑都在工作 特别是肠啊胃 是不是肠啊胃啊 都在 不停的工作 他要耗费 他就在 耗费你的脑力 体力 物力 精力 所以人就 慢慢就衰老了 劳苦就有了 好 这是就一个贪吃 带来的劳苦 名字 盐多一点 会对身体有害 但还是随着习气 随着贪息 吃了下去 整整不病 病苦也来了 是不是呢 病苦也来了 盐 它是一种矿物质 大家知道 到一定的量的时候 如果过多的时候 自然 人就有病苦的 就会生病了 还有 如果长期这样贪欲加量 加重的贪吃下去 发展下去 人体自然就不堪 重负 无福 消瘦了 真能不病 做个病的 你一个病人 还有福 消瘦 这些好吃 好喝的吗 说真正贪吃的人 真正的一个 三叶艰难的人 他真的有多少 多少 还有多少机会 可以贪欲吗 没有多少机会 但是人就放不下 好 比如说七十岁了 八十岁的老人 他还要多少时光 来贪欲吗 没有了 但是 他认为 还是要贪 我不贪 我干什么呢 事情就是 我不贪 我那些钱 我不去吃点喝点 我留那个钱 干什么用呢 他真能不病 真能不死 而且根据因果规则 将来自己 也一定会被吃 直到哪里 都会被吃 这样就免不了 被一口一口 吃掉的死苦 由于贪的种子 都种下去了 结果的时候 就必然带着 这些贪业 延续下一期的生命 真能不生 生苦就顿线了 因为贪 自己必然要承受 因贪而感召的 一切苦报 这仅仅是一个 小小的贪味 就会引来 身体上的 生老病死苦的相连 再仔细回顾 分析一下 当时的感受 这个贪 仅仅是 召感身体上的苦吗 心理上的苦 也都有了 心理上的苦也有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苦 他也会给我们 带来心理上的苦 当时就想了 这味道怎么就淡了呢 求不得苦 那就求不得苦 味道怎么就不是我要的 我喜爱的那个淡淡的咸味呢 那叫爱别离苦 那个淡淡的咸味 没了 当下没了 吃着碗里不带盐的那个淡饭 淡汤饭 好像表面比较坦然 因为心里知道疾病会减少一点 盐多了 对身体是有害 但骨子里的贪心 还是冒出几年 怎么我想闲一点的这个简单要求就办不到呢 我明明刚才想加盐的 怎么就忘记了呢 我怎么这么傻呢 这样也就没有了 我想要的咸味 我不想要的淡味 怎么就来了呢 好 这叫什么苦 这叫怨证会苦 怨证会苦也来了 吃完的时候 贪心还在感受刚才这一幕 简直太不是滋味了 它还在耿耿于缓 我一定要去吃个番茄 我一定要去吃个番茄 把这个失落感补起来 于是乎 就去冰箱里找到一个番茄 这一番计较 与自折腾的 不正就是五阴赤身苦的 糊涂多的写照吗 色受响行识 都是非常强烈 所以就从我自己亲自经历的 有一天经历这件事 我就发现 这一个小小的坦位 它就给我们身体上带来 会带来生劳病死的苦 以及从心理上 也会带来这些求不得苦 怨真悔苦 爱别离苦 乃至五阴赤身苦 就一个小小的坦吃 我根本就没有认为它怎么样 它真是小小坦吃吗 不是 那是妄想说 妄想骗你 它说小事 吃一点没关系 吃两点没关系 结果最后你看看 这些苦就围着我们 离开了那就吃 我们就难受 就难受 有时候真不敢去想 不敢去想 因为你吃不到 你再也没有了 你真的难受 最少求不得苦 非常明显的 非常明显 我以前在家里 很欢迎每年都要吃那个叫 我们叫窩神 普通话读什么 蜗具吧 是叫蜗具 大家可以帮忙查一下 那种菜 很好吃 我非常喜欢 到这边来 没有 这边的气候不允许 气候没有 气候不允许那东西生长 它长不了 买也买不到 花钱就买都买不到 我一想起来就有苦 有时候就不想了 不敢想 又想起来就明显就求不得苦 求不得苦就来了 就那求不得苦 其他东西还好一点 还好一点 因为基本上这边都有 但是没有 没有 这边没有 刚刚说了 那个叫蜗具 那就是一种求不得苦 求不得苦 好 我们接着来 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堂位 就必然会引来身体上的生劳病死之苦 以及心理上的求不得苦 爱比利苦 冤争会苦 无因赤胜苦 苦苦相连 实际 每个人只要心里有贪 自然就会有这些痛苦耕作 如影随形 逃也逃不脱 所以我们前面说了 诸苦尽从什么起 大家记得不 诸苦尽从什么起 诸苦尽从贪欲起 试问 如果心灵感应 还是比较灵敏的读者 是不是这样呢 有贪心 自然就一定会产生不阿苦 下面笔诊 试图做进一步比较详细的论述 这个比如说求不得苦 你两天三天不吃 你试一试 各位 你两天三天不吃 试一试 你对食物的向往 对这个食物的向往怎么样 那个心呢 会很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强大 那就什么苦啊 可是你又吃不到 你就能流口水 也吃不到 没吃的 不给你吃 那就叫什么苦 叫求不得苦 那就叫求不得苦 其他的苦一样都有 只是你自己能不能觉悟到 能不能感觉到 能不能觉悟到 最开始我就学这些妙法的时候 我很不以为软 我觉得什么吃就吃的 吃就会求不得苦吗 最后在这边我经历了 我就知道 我经历了 我就知道 我想起家乡那些好吃的 这边就没有啊 想起家乡那好吃 这边就没有 没有 有一次我看到什么 我想起了一个事 看到什么包子 我想挺好的吧 应该好吃吧 我买回来 哎呀 他的包子什么包子 他那包子本身带他 本身呢 那个面粉里都带他 里面的馅子是咸 外面包的那个 外面那个面粉 他又是咸 又是糖 甜的 又是甜 就甜的叫咸 甜非常的甜 非常的甜 甜的人根本受不了 咸还好一点 反正加起来 人真的 我最后真的吃不下去了 哎我最后把那两个包子 我放到地里去了 跟动物 让人家鸟 好多小鸟 让小鸟就吃了 实在吃不下去 我本来很想吃家乡那些什么啊 那些以前吃那些菜包子 但是这就搞得我难受 不买那个包子 我还我还不难受 买了之后又是求不得苦 真的又是求不得苦 又是五婴吃胜苦 反而更加想那个 想那个好吃 不买还没事 买还引来更多的苦 引来更多的苦 所以说 只要你有这个摊 他就有这么多苦 如果我曾经 比如说我以前没有摊过什么包子 我没有什么摊过什么包子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包子不包子 我有苦吗 我不会有的 我不会有的 好就是早点我去买 但是这是冷的 冷的 我有一次买了 它还很贵 三元钱四元钱一个呀 很贵 很大一个 但是是冷的 冷冰冰的 哎呀 我之后再也不买了 越买越难受 越买越难受 因为它都是冷的呀 它不像我在国内吃的 那都是热的呀 实际上是冷的吃 比热的吃好一些 但是我就那个习惯了 所以这里的苦很多 这里的苦很多很多啊 各位 你们只要稍微想一想 稍微想一想 这里苦很多很多呀 很多很多的呀 是好多口味不一样 但现在我90%我已经习惯了 我已经习惯了 而且我也我也知道 我到哪里去买到 我啊 符合我口味的 我现在都知道 我都找到了 我都找到了 啊 什么中国的 韩国的 日本的 我都能找到 一开始我找不到 我想吃的 我找不到 现在我都能找到 所以现在 不很苦 但是呢 只要几天没吃 几天没吃那东西 哎 就苦了 那苦就来 我买面包 最近几天 他那个山 那个小潮市里 没有面包 没有面包啊 我去了两次都没有 我说奇怪吧 那大潮市远一点 我不愿意走 我不愿意去 不愿意去 因为路太远了 我就不愿意去搞 算了 算了 他就是求不得苦 什么爱别离苦 好吃的 就一定会有爱别离苦 遇到不好吃的 那真叫求不得苦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折磨你 折磨你 只要你 妄想 只要你有妄想 只要你有贪欲 只要你执着 你就说 我就应该吃 这个口味 就是那个黄梅口味 是吧 就是那个黄梅口味 的报纸 就黄梅口味 那个什么蜗菊 只有你有这妄想知足 就一定痛苦万分 而且不但痛苦万分 而且失去了什么 大家知道吗 失去了 我会失去什么 我失去我自信 本具的 如来智慧德性 就是如来 自信本具的 一切如来的 那些智慧呀 那些智慧呀 功德呀 能力呀 都会失去的呀 自然就失去了 所以这些贪欲 烦恼 不但为我们 不但会给我们带来 这无尽的 无尽的苦 八苦乃至无尽的苦 同时还会愿我们 失去自信本具的 如来智慧德项 比如说什么一切智 一切智 什么 无私智 无碍智 自然智 自然就远离而去 远离我们而去 那是你本具的呀 那是你本具的 只要你稍微去开发 也许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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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贪欲 把众生 把我们这些众生 害苦了 害传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智慧 还会 一如既往的 向往之 追求之 这就是众生的 苦难之处 也是愚慈之处 苦难之处 也是愚慈之处 好我们再来看 第一我们第二节 戏论 第一 第一个论点是 他会产生 求不得苦 求不得苦 这是所有人 因他都能最容易 直接感受到的苦 就比如说 某家 现在想吃西瓜 西瓜就排在 某家眼前 某家就非常想吃 但是呢 某家贪面子 某家认为 现在自己 要表现得那么贪吃 旁边的人 就一定会认为 自己是贪吃的人 这不就非常 丢了自己的面子吗 是不是呢 就不敢说 我心里很想吃 他说我不敢说 我很想吃 又说 我要说 我很想吃 我就不就丢面子了吗 我们经常说 不吃不吃 帮你说吃 没事的 那凭你们 就凭你们 这点东西算什么呢 帮你深深的了结 我们的谈欲 有多深呢 某家 就为了自己的面子 就在那里忍着 强忍着 但是某家内心 真是想吃 但是碍于面子的关系 他又不敢吃 那么某家这就是 他在承受什么苦呢 某家这就是因为贪 而产生了求不得苦 就是因为贪 而产生了求不得苦 正因为某家贪西瓜 现在有西瓜 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但就是不能吃 就是不能吃 这就有了求不得苦 是不是呢 就因为有求不得苦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一个贪烦恼 贪吃西瓜 贪爱面子 又贪吃西瓜 又贪爱面子 都是他 自然就有了这个求不得苦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死要面子 活受罪 如果众生没有贪心 他自然就没有这个求不得苦 再说 再说深刻一点 也就是说 从你最初见西瓜的面 见到西瓜了 你曾经第一次见到西瓜 或者第一次吃了第一口西瓜之后 你的苦 就在后面摆着呢 是不是 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西瓜 比如说 有一个人 他从来没有见过西瓜 从来没有吃一块西瓜 他对西瓜 会不会有这个求不得苦 会不会 他看见别人吃西瓜 他会不会求不得苦 不会 不可能的 因为他不知道西瓜什么味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西瓜是什么味 他没有从没见过 有没有吃过 他不可能有这个所谓的求不得苦 但是这里的某夹 他就有这个求不得苦 好 我们接着来 前面谈的是贪 会产生求不得苦 我们再看 贪 还会产生爱别离苦 这个贪 除了让人产生求不得苦 他还会让人产生爱别离苦 继续前面的那个故事 那个例子 这是某家 贪吃西瓜的例子来分析 好不容易 那个某一走了 是吧 某一走了 某家总有机会可以吃西瓜了 结果 让某饼 第三个人 让某饼 不小心拿去吃了 也就是说 他等了很久很久的西瓜 被另一个人吃了 因为那第三个人 他又不知道 这个人喜欢吃西瓜 是吧 他不小心就拿去吃了 他也不知道 这个人是那么的喜爱吃西瓜 而且等了那么久 等了几个小时呢 某家的最爱 等了那么久 竟然让某饼给吃了 某家心里的苦 立即涌上来 立即涌上心头 这什么苦 当时某家的心里的苦 立即涌上心头 什么苦 这是不是因瘫 而产生的爱别离苦呢 就因为你吃西瓜 是吧 你就一定会产生这个爱别离苦 爱别离苦 所以只要你贪什么 你就一定会有这八苦 爱别离苦 爱别离苦 刚刚说的求不得苦 你自然就求不得苦 爱别离苦 这两个苦是非常明显 不管你是贪吃贪喝 贪男人贪女人 你只要一想起来 一看见别人这样 只要有缘起 只要有缘起 你就一定会很苦 很痛苦 苦不堪言 苦不堪言 所以众生活在世间都苦死了 都苦死了 为什么都苦死了 苦透了 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贪欲 他心中有贪欲 如果众生他没有贪心 自然就没有这个爱别离苦 如果是众生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西瓜 是吧 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男人 见过那个女人 有苦吗 他就不可能有什么爱别离苦 你看到电影电视中 生活中说那个男的跟哪个女的怎么地了 你分别多么苦 是吧 或者有的因病死了 或者有的跟别的男人 跟别的女人跑了 那另外的男人女就很苦 为什么这样 就是因为你曾经贪爱过 那个男人 那个女人 你如果曾经没有贪心 没有贪爱心 怎么会苦呢 你永远不会苦 你永远不会苦的 你永远不会苦的 就是一个贪心 光一个贪吃 我们现在今天是分析贪吃 要点点去分析 不要贪淫欲 贪睡眠 不要淫欲 这块 他引来的祸害有多少 这个贪淫欲的是 他会对人 他引发的祸害有多少 有多少 有多少 很多很多 是啊 得了很久好吃的 被编辞 什么苦都有了 什么苦都有 你生活中也是一样 说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 不要恋爱 三年五年八年 是吧 经过什么恋爱 什么恋爱长跑 八年 最后那个女的 本来他答应答应 跟你跟那个男的结婚 结果最后他跟别的男的跑了 你说这个男的 他苦不苦呢 苦透了 苦死了 如果这个 那个男的为什么苦 就是因为他曾经贪恋那个女的 他对那个女的 如果不贪恋 他就不会有这么多苦啊 他就不会有这么多苦 就是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道理 就这么简单道理 所以好多人 结婚之前 他没有那么多苦啊 结婚之后很多苦啊 对男人女人的贪欲之苦 然后对儿女的贪欲之苦 还有教育孩子 教育孩子男女产生的苦 因为我喜欢这样的 他喜欢那样的 都有扯不清楚 扯不清堂的 哎好 今天我们就简要的分析到这里啊 学得很慢 但是呢 如果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觉悟 一丝丝的觉悟啊 那我就 比较 庆幸的 比较庆幸 比较开心呢 好 今天我们就学到 学习这么多了 好吗 下一次我们再来具体学习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支持配合 以及对我莫大的成就 后面的时间呢 好 大家有时间 可以继续跟会长啊 继续学习 谢谢大家的